付不出来 那就等着去坐牢 我还要满大街的 征贴广告 说你们家出了 小狐狸惊 乖我儿子 让大家都出来瞧瞧 看看这个 不安分的笑骚祸 罗太太 请你自助 不要出口污污人呢 好 你们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我是告定的 我要告得你们 没有安稳日子过 走 怎么会有这种母亲啊 难怪啊 教出这种儿子来 看起来外表像贵妇 这么会撒泼 你不要再哭了 不管他说什么 不要理他 不要再哭了 我告诉你啊 他们俩兄妹啊 去帮你卖面 你都不知道 那个小面摊啊 每天都客满啊 我看你啊 就待这儿别出去了啊 你说什么啊 小平怎么了 啊 身体不舒服 还是有心事啊 没什么 小平 我告诉你啊 罗太太 来谈和解的事情 说要五万块钱的和解金 他还说如果不给的话 连侍杰一起告啊 还要到外面去 破坏雅萍的名声 老墨 你谁不惹 惹这种女人 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五万块钱哪 把我卖了也没这个钱哪 老子就蹲在这儿吃过我粮 我告诉你 你毛钱他也别想得到 什么玩意儿 我相信只有我们有诚意 好好和罗太太商量 应该还有转环的余地呢 世杰啊 我窗底下有个小箱子 你把它打开 箱子里面有我的印章 还有存折 这些年我存了一些钱 一共有七千块钱哪 你把它收着 这些钱你爱怎么花 就怎么花 都是你的 老墨啊 那是你的棺材本呢 我没家没事的 我死了就烧一烧 往海里一洒就行了 要什么棺材本啊 那些钱我存的 就是给世杰的 我就说嘛 他们俩一定是你的小孩 你还死不承认 随便你说了 真是的 不是老墨 我真的不可能是你的儿子 所以那些钱你就 不不不不不不 那些钱呢 我说要给你就是给你的 你给我好好收着啊 雅萍啊 你大学要注册 你要注册费 就从我这里都拿好了 你要好好用功 不能辜负你哥哥啊 会面的时间到了 来 趴回去 世杰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我跟你讲啊 那个那个还有 你要好好念书 你们家出了个大学生 我对得信你们父母了 走吧 老墨 我 这件事情啊 我不敢说 你去说吧 好 我不 我不去啊 哥 和解经的事该怎么办呢 我看哪 把老墨的钱拿出来凑和解经啊 也不够 那些钱啊 干脆把它拿来当雅萍的注册费好了 店里的生意很好 雅萍的注册费 我应该凑得起的 先别管我念书了 万一没有和解经 你又被告了怎么办呢 哥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中午快到了 客人马上就来 你们动作快点 智杰 雅萍 太美姐 来 智杰 智杰 雅萍 你们搬来这里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怕我长得好久啊 你什么时候 这么会做面食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对不起啊 我爸那天的态度 子梅 没关系 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没放在心上 那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服务员 我的菜好了没有啊 先生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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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面 采梅姐 谢谢你来帮忙 我来就好了 别跟我客气 让我来吧 老婆娘 先生 慢慢吃啊 来来来 这边请 好 好 好 这边请 两位要吃点什么吗 两碗牛肉面 两盘小菜 好的 好 店里又多了位招牌美女 真是太 太好了 我说 以后天天过来吃 就能天天看到吧 对对对对对 你说是不是 是呀 是呀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小菜来了 确实很漂亮啊 是不是 你小心嫂子倒是 慢用啊 来来来来来 雅萍 那个千金小姐 是不是世杰的好朋友啊 嗯 那老莫的和解经 可以跟那个小姐商量商量 商量 亲一点喽 这位客人呢 送过去吧 哦 好 你看 我说这道菜好了是吧 哎 菜没点 来来来 谢谢谢谢 雅萍 我说 多做事 手说话 哦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吗 嗯 好吃啊 来来来来 您也吃点 您也吃点 我知道 我知道 哎 师姐 我 哎 我 我 我 菜没 是我爸叫你跟踪我 对吗 当然不是啊 我是担心你啊 最近一到休息时间 你就一个人骑车到处乱晃 你就是要找刘世杰吗 我怎么样 不用你管 可是老板说 不让你和那个厦门小子联系啊 你这样不听他的话 他一定很生气的 我警告你哦 我不准你在我爸面前告状 我不是那种人 最好是这样 好了 店里面生意很忙 没空理你了 原来开面店这么累啊 我的手都快断了 哎哟 那边还有好多碗还没洗呢 想休息啊 等会儿吧 没关系 我们一起洗 这样就快了 哎 菜没 今天中午你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了 怎么好意思还让你洗碗呢 那你就请我吃一碗面 到做谢谢我好了 嗯 来来来 辛苦工作换来的面啊 真是特别香 特别好吃 哥 我以为你什么都吃 吃不出什么滋味来 没想到你做的面真好吃 哎呀 不是吃不出滋味 他是没得吃 有的吃就心满意足了 看你啊 揉面煮面的样子 认真又专注 采梅小姐 像这种认真的男人啊 嫁给他 他一定哦 会守护家庭的 你说是不是 王婶 你乱说什么呀 我只是说 嫁给你不错 我又没叫采梅小姐嫁给你 我看 你们俩心里有鬼哦 采梅姐 将来 做个面摊的老板娘 也不错啊 那你得先嫁个 卖面粉的才是 回来了 爸 小妹 怎么这么晚啊 赶快回办公室把账做好 我要去看一批鼻子 嗯 要晚点回来 浩志 晚班餐馆的工人 掉到白天了 那晚班怎么办 你要赶快应聘人 目前老是让工人轮班 这也不是个办法 好 我会尽快找到人的 老板您慢走 好 还好你及时回来了 刚才老板问到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呀 你真的没告装 我说了我不是那种人 好了 算了啦 当我欠你一次 可是你下一次 不要再跟着我了 彩梅 既然你说你欠我一个人情 那你让我请你吃冰 或者请你看场电影 你不是最喜欢看电影了吗 再说了 彩梅 大小姐又上你脸色了 你怎么回工厂了 不怕撞你老板 我不是等你们聊完了 才过来跟你说话呢 就说换了工作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要了 下班请你吃饭 好嘞 来 干 来 敬你 恭喜你啊 又换了一间更大的公司 蓬城万里啊 哪里啊 这么小一家鞋厂 我还没放在眼里 哥们 你要想跳槽的话 你就跟我说 我那物业公司还缺人呢 不用了 我就在这里窝着 将着再将 我看啊 你这是为采梅小姐了 所以就大财小用地 待在公司里 太委屈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大小姐就这么难追啊 我就想不通 我哪里不如那个厦门小子 他又没有正经工作 又没有学历 还穷得鬼见仇 采梅眼瞎了不成 不是小姐眼睛瞎了 是她眼睛啊 长在脑门上了 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你要是想让她 刮目相看的话 你必须得拿出点本事啊 可是 我就是个人事经理 哪有什么本事啊 兄弟啊 你也被王子匪夺了 咱们做兄弟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以后啊 你有什么事的话 今晚还口 哥们儿一定帮你 好 好 来 来 罗太太已经同意 把和解金降到一万块钱 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吧 好 我先走了 谢谢 告辞 谢谢啊 哥 就算五万块钱和解金 降到一万 咱们也付不出来啊 这罗家 分明就是师子大开口 但是能够从五万块 降到一万块 已经很不错了 最重要的是 能够把老莫从里面 放出来就好了 老莫那儿有将近八千块钱 这几天 咱们扣掉开销 还剩五百多 加起来八千五 还差一千五百块 很难凑啊 一千五 一千五 咱们拼拼应该有的 我们就多做点生意嘛 可 可是 他们叫我们月弟 以前叫父亲啊 咱们这几毛钱 几毛钱的赚 不容易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 一定可以完成的 来 点瓶 点瓶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昨天时卖的饺子啊 反应不错 今天想多做一些来卖 你不会是 一晚上都没睡吧 少睡一觉没事的 对了 哥待会儿下几个水饺 给你当早餐 你吃吃看 给哥一点意见啊 来 来 亚萍 你怎么算来看我了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嘛 你的伤是不是也好得差不多了 外伤是好了 但是还长头晕 医生说了是脑震当后遗症 胸口也长疼 还要照X光做检查 就怕伤得太重 留下病根 我看你啊 肯定会留下病根的 出院以后 留下的病根 就是肥胖病 你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我也是为了你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我挨这顿打 能让你来探望我 一切都值了 害你受伤 我很过意不去 可是你妈妈 问我们要一万块钱的和解金 我们真的是付不出来 可不可以 请你们高抬贵手 和解金少一些 八千块钱 可以吗 什么 我妈只跟你要一万块钱和解金 这么少 她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了 一万块钱还少啊 一般人 一个月 也赚不到四五百块钱的工资 你以为一万块钱 那么容易能赚得到啊 一个人 一般一个月挣多少 我不清楚 但是一万块钱对我们家来说 根本不较钱 如果你们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妈是不会相信你们会有诚意和解的 罗铭 我求求你了 这儿 李月底没有几天了 我们是真的筹不出一万块钱 能不能请你们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吧 其实 一万块钱不要也可以 我可以无条件说服我妈和解 真的吗 谢谢你啊 你先别光谢 我是因为你才被打伤的 如果 你能愿意晚上陪我出去约会 我就让我妈无条件和解 怎么样 很公道吧 想不到你会趁人之威 算了算了 一万块钱就一万块钱 我们肯定会筹得出来的 亚萍 陪我一个晚上就能省一万块钱 你喝了二不韦呢 我最讨厌你这种 拿钱来杂人的公子哥了 你想要我来陪你啊 我宁愿去陪一条狗 你考虑考虑 我等你回复啊 我去 后天就是月底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筹到九千三 还差很多哎 就算何姐已经复清了 亚萍也要开学了 他的注册费还没着落 那也不行啊 还有两天呢吗 那我看这样吧 我们先去看看 能不能借得到 先借我百块钱吧 再加上卖面赚的 应该是能够凑得起 真的能凑齐吗 哥 你放心 哥每次答应你的 哪次没做到 别烦恼了 我还想不到 这样吧 我先出去走一走 去找找有没有认识的人 雅平 你哥是不是想去找 采梅姐姐借钱去啊 她自己知道 欠采梅姐一份人情 她肯定不会去 找采梅姐借钱的 那他哪里还有朋友可以接接啊 我不知道